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公司斥资54亿美元收购Tower Semiconductor高塔半导体的计划失败,其总体规划也随之泡汤。 对此,英国媒体The Register分析认为,英特尔原来本想借此获得大量成熟流程技术,补充英特尔领先节点,以及获得成功营运代工业务所急需的专业知识,但收购失败后,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英特尔并购失败可能不会是该行业的最后一次。 过去几年里,几家大型晶片制造商利用自己的财务状况,通过并购,扩大了自己的IP组合和潜在市场。 AMD以490亿美元收购赛林斯,汇达赤资69亿美元收购Melinux,并试图以660亿美元收购RM,但以失败告终。 但这种规模的收购,往往需要多个地区监管部门的批准。 有分析师解释说,企业投资某件事,做了所有的禁止调查,等待18至24个月,然后交易失败。 英特尔支付3.53亿美元已结束收购,这对执行长基辛格来说,肯定是难以下咽的苦果。 分析师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英特尔收购Tower失败,会不会导致行业寒蝉效应。 Gartner分析师Gorl Gupta表示,虽然英特尔经营自己的工厂已有数十年,但其在晶圆代工领域并没有任何经验。 集成器件制造商,IDM业务与代工业务非常不同,必须有客户导向,服务心态,IP组合,所有这些客户关系等等。 因此,收购Tower是英特尔解决众多缺点的一种方式,但面对部分地区漫长的拖延,英特尔前些日子承认失败,向高塔支付了3.53亿美元终止交易费用。 尽管收购失败,有分析师并不认为会对IFS建设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这会带来生态系统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但领先的代工业务和与台积电的竞争是完全不同的游戏。 英特尔自2021年宣布进入代工晶片制造领域以来,已向该专案投入了数百亿美元, 引入了私募股权合作伙伴,并游说美国和欧盟提供大笔补贴。 迄今为止,这家晶片制造商在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和德国在建晶圆厂总价值超过700亿美元。 其还宣布,再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升级,改造其许多现有设施。 因此,分析师强调,虽然高塔公司在推动英特尔晶圆代工厂建设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但这家晶片巨头绝不依赖它。 多年来,英特尔一直在10奈米工艺技术上停滞不前, 但其正努力将几个更先进的尖端节点推向市场, 其中就包括延迟已久的7奈米工艺,英特尔称之为Intel 3, 以及2奈米节点,英特尔则称之为Intel 18i米。 分析师认为,从代工业务角度来看, 利润率显然更处于领先地位,这是英特尔的优势, 即使不进行收购,英特尔也没有理由不利用其先进封装技术, 将其他晶圆厂的小晶片与自己的晶片集成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行业正朝着异构晶片生态系统方向发展, 但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这距离现实还有几年的时间。 因此,虽然从厂远来看,与其他晶圆带工厂合作是可行的, 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对英特尔没有帮助。 这并不是说其IFS业务没有挑战。 虽然英特尔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其先进封装和工艺技术, 但分析师表示,现在不仅仅要拥有正确的技术, 还要证明这对客户来说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这意味着要赢得大客户。 分析师解释说,他们已经宣布了一些客户, 比如Intel 18i的爱立信和Intel 16的联发科, 但他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吸引这些客户。 部分问题在于,许多消耗大量尖端半导体产能的制造商也在与英特尔竞争。 这可能会让英特尔与AMD和辉达等晶片制造商签订制造合同变得不那么可靠, 尤其是在生产中遇到挑战的话。 分析师认为,英特尔可以成功地为主要超大规模企业制造晶片, 而不是讨好竞争对手。 许多超大规模企业都在台积电的帮助下, 开发客制化晶片。 他认为,英特尔最好的办法是让其中一家超大规模厂商对其作出承诺。 有趣的是,英特尔计划在未来寻求台积电的帮助, 因为其代工部门已成为延误和工艺低效的受害者, 晶圆代工业务也远未达到自信阶段。 台湾工商时报报道称, 英特尔着眼于利用台积电的能力来解决自身的不足。 据报道,随着外包趋势的兴起, 英特尔将在2024至2025年间把大量订单外包给台积电。 英特尔代工厂在量品率方面一直存在工艺延迟和不完善的问题, 尤其是在其10奈米工艺方面, 因此该公司现在计划将订单交给台积电来完成。 另据台湾科技新报的报道, 2023年第三季度将要结束, 第四季度是台积电与供应商溢价的高峰期。 有相关供应商指出, 2024年整体半导体市场景气仍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 台积电将延续2022年的情况, 也就是对供应商采取微服或是停止砍价的方式。 供应商表示, 2022年台积电对供应商的溢价, 原则上是采取微服或是不砍价, 这让面临通膨导致原物料价格大涨的供应商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目前市场预计整体半导体产业复苏情况仍不明朗, 在2024年采购量不会提升的情况下, 预期台积电对供应商将维持与2022年一样的情况, 维持微服或是不砍价。 对于营收预测, 台积电否认了第三次条件全年营收预测的传言。 标普一家子公司此前发表报告称, 库存调整,需求疲弱, 可能导致大多数台湾晶圆代工业企业, 今年营收下滑10%至20%, 而台积电的营收下滑较少, 预计为5%。 单级来看, 分析师报告指出, 台积电第四季度营收增长, 可能达7%至9%, 主要是苹果9月将推出iPhone15系列, 出货量将达8600万台, 加上挥达市场需求大增数据中心晶片订单, 让台积电第四季营收还会提高, 至186亿美元, 计增8%, 另外, 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则分析称, 英特尔2024年和2025年的外包总额, 可能分别达到186亿美元和194亿美元, 据报道, 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由英特尔自己贡献的, 台积电在2024年和2025年, 可能获得英特尔56亿美元97亿美元的代工订单, 两年可能获得的订单高达153亿美元, 通过这次合作, 英特尔旨在加强其晶片设计部门, 该部门严重落后于竞争对手, 是导致IFS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 这对英特尔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因为这将是他们偏离自己自足的目标, 他们最近曾报道过, 由于担心晶圆产量和相应的CPU tail的尺寸, 该公司的Meteor Lake产量也出现了削减, 虽然Tripsilla对其Intel 4处理器采取了相当自信的态度, 但从围绕它的报道来看, 它肯定不会达到预期目标, 台积电300米就成为了其唯一的可用制程, 英特尔的代工部门的表现一直以来都乏善可陈, 因为该公司无法把握市场的脉搏, 最终导致竞争对手占据了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